上堂我们时间没有搞准确 这次我们会讲的更快点 会留点时间大家来讨论 那么这次我们要讨论的是 如果你的家里有一个人是精神失常 或者叫做心理障碍心理失常的 那么你怎么样当一个好的家属 当一个好的家属 那这个内容也很大 这个内容也很大 因为不同的病人应该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 我们这里只能讲一个大的原则 讲一个大的原则 OK这个是我们在你们的book上写的内容 那这个你们刚才就知道过了 我原来是精神科医生 这个我就不用再讲了 所以我原来是做医生出身的 不过我的观点还是觉得治疗病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所有人离开世界去哪更重要 这是为什么我后来不再做医生了 OK那在这以前呢 我今天呢我特别把定文姐妹请来 这个我很感谢她 因为很多有了心理障碍的人 其实并不大愿意去分享 但我将给定文姐妹讲 我让她分享一点 她作为一个有抑郁症的病人 她有什么感受 你要如果知道他们的感受的话 你可能就不会像我们的大堂里面那个讲 你一来就给人念好多圣经 从那个大道理讲很多 你就会知道她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 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像基督那样 道成肉身似的进入到有苦难的人里面去 所以我先把时间我先给定文 我现在定文对你先给大家讲 来患者新生你来讲一讲 我们再讲别的 我真的这个还好 这个题目叫患者新生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精神病 也不是懂很多 但是就是说是因为实在是太 范木项目很广 而且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大 不完全一样 为什么发病也不一样 我只能就着我自己的情形讲 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很 觉得好像很惊讶 怎么我是一个忧郁症的病患 连我自己开始受 我也很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一向就是一个很 非常正面的人 而且非常开心的人 我就说是在 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我一向都可以把问题 就是想到正面的地方 然后可是到了05年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事情 还不是只有一件事情 那真的是让我觉得有那种心力憔悴的感觉 我05年的时候是我爸爸 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癌症转到肝癌 从大肠癌转到肝癌 是已经到 对不起啊 王牧师你要给我多少时间啊 没有关系是吧 10分钟5分钟 5到10分钟 那我还是要尽量简短一点 基本上 我就讲一下 那个就是让我为什么到心里憔悴 因为我爸爸到大肠还到最后 你知道最后又这么的憔悴 这么的臭 然后两个臭 医院病院出生的多次 真的那个是真的会让人情绪很 住在这里 他在那个中国城那一带 每次去看他两面的手都是 真的管子都撑不下去了 抽水没有多就脏起来 那种心里的那种 这么的不舒服 这么的难过 然后我先生又检查出是猴癌 那我也不敢跟我爸妈讲 我就不跟他讲 到我爸爸走他都不知道 所以就是很多治疗 那我先生就是一直觉得 我是家庭他做的非常多 然后呢我才晓得 哎呦我的信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哇我以前是信的不是神 我以前信的是感谢神 给我一个这么强的先生 后来我才晓得对象要转移 然后所以他又要做 又要造这个 所以又要去弄牙齿 因为牙齿又会弄坏 然后又要做化疗 又要做一个这个小管子 你知道每做一个东西 那个都是要insurance proof 那个中间 等待啊就一直拖啊 然后也要经过娃娃的丧礼啊 反正就是折磨的精疲力 毕竟中间他治疗的时候呢 又是那个 过了几个没反正你就这样看 他瘦下来 然后有一个礼拜 已经就是完全就是不能吃不能喝 他说这个造的已经是喝水 他讲的他形容说喝水叫吞玻璃 好 因为就会失水嘛 就一个礼拜就可以几天就可以瘦了九磅 那个人就是你今天你一看到这个人 就是说这个人有病 快死了 有病 然后呢他就要去 医生就说你一定要打那个胃管了 本来在做 radiation 以前 医生已经说你应该打个胃管 因为我知道你到后期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吃东西 他就说不能吃东西 我吞饮 是我要吞进去就不肯做 可是呢到后来说水都不能吞 那怎么行呢 谁不吃东西 我们什么样的人不吃东西 都很很快就要销售下来 所以这种都要approve 然后等到这个打开 慢慢呢做了胃管 你知道这个中间讲起来很快啦 只有五分钟 对不对 可是中间那种煎熬 然后等到 他做完一切好了 长话短说一切都弄好了 都都已经 医生说检查都都都好了 cancer free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差不多 五月多六月的时候 到了八月初我都已经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嘛 都已经很好了 最痛苦的时候都走过了 等到 当然我还有一些其他事情 我也不带了 生活上 我有儿子很很不好乖的事情 然后我也有家里有一些事情 也让我心里就是我家自己 原生家庭不是我自己的这个 然后等到也有一些 就是说全面的事情加在一起 我到开月之后开始 我说哎呀怎么来了我 我人的体力就越来越差 我开始的时候还不太知道 为什么就是体力越来越差 大概八月的时候 还有个八百分之八十吧 到了九月就剩下个六十 到了十月我就已经躺在床上 就不能动了 就已经是完全没有 每一天一天的躺在床上 然后呢心悸起来走 走到哪里一坐下来就 我说哦因为缺乏运动 所以心悸 然后手又会觉得 四肢有这个templing 就觉得就是全身都不对 然后起来嘛刷一个牙 行尸走肉 有身体没有灵魂 那我们家人通通没有忧郁症的 这例子所以人家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说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我每天顶一个头 那个头啊不是我的头 里面好像那个豆腐 豆腐脑乱七八糟 后来慢慢我说说 如果我跟你举例吧 我如果头里面要有五根电线 可以工作的话 我就五个电线都没有连在一起了 然后要去哪里去餐厅去什么 今天有什么人过生日一定要去 我就想哭一想到去是要去公共场所 我就想哭今天想去买什么东西 我就想哭连因为那个我想脑筋 可能跟耳朵也是连在一起 我去超市 你们有没有注意超市有冰箱 有时候常常这样 一停 那个我听到我就要发疯了 就是那个 然后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慢慢就一项一项检查 然后有一个朋友 他是护士 他就跟我讲说 你什么病都找不到 你就要去看精神医生啦 但是我就心里就很想哭 说那我完蛋 我永远好不了了 包括用精神病来 我没有精神病 很正常 这是我以前对精神病的 的那个定义 结果后来看了第一个精神科医生 因为他还不跟我解释 我也不开 吃了一个精神药也不好 我就不想去看他 然后展展经过一个师母 也许你没认识他 他是去新疆做宣教的 后来他去了新疆 他是台湾来的 他叫他先生叫张点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张点玉牧师台湾来的 先生叫蔡 太太叫蔡淑宜 他得过忧郁症 但他也好了 我以前也说你得忧郁症 你这么爱祖的 他也是太累了 太累了 不过他就跟我介绍了这么一个 精神科医师是跟 人寿跟秀卒都很好 台大医学院的 他就也是个基督徒 我就去看他啦 他就会跟我很分析 我就觉得心里 至少我看一个医生 你一定对医生 你要有一个trust 你才会比较好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就听过去 他说我说我每天早上躺起床 我躺在床上 我就说哎呦这怎么办 我这一天怎么过 他说看你这样 你这个叫标准的忧郁症 我说我不是忧郁症啦 我说你以为我不起床 是我心里很忧郁吗 因为我身体很难过 我身体起不来 我很难过我躺的 他说那个就定义成忧郁症 他就给我吃药了 他跟我分析 他说一个忧郁症 中间很多人跟我 如果就算很多弟兄姐妹说 你读经嘛 你听音乐嘛 我说我一个字都放不进去 我一点音乐都听不进去 我一点圣经 因为你脑筋已经就没有脑筋 你怎么可能听圣经 用听的看的 结果这个医生跟我讲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 那时候我会觉得很不属灵 怎么圣经 就他讲 一个忧郁症的病人 要好的话 他说药物要占百分之六十七十 就是说家里的支持 你至少要吃了药以后 已经比较好一点了 然后你才可以靠着信仰 靠着家里的支持 靠着弟兄姐妹的支持 你才可以继续往下走 你不要一开始 所以说药很重要 我以前我们中国人很排吃药 我也很排吃药 我连头痛我都不愿意吃 我说我去睡个觉 睡觉起来可能不痛了 可能我就是尽量都不想吃药 我觉得药很毒 结果后来妈才发现说 吃就吃吧 我们的我们的 他说我就讲 我就说我们都认为 你如果今天 你受了很多刺激 如果你得的是 我们中 我们一定要会觉得说 如果你得的是高血压 大家比较接受 如果你得的是胃溃疡 大家也比较接受 如果你觉得精神病 你这个人神经病哦 有问题哦 心里有问题哦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会从你的身体的 最弱的那一环 发出来 你可能得的是胃溃疡 你可能会高血压起来 但是我就是从这个脑汁先发出来 那我脑子的化学变化里面 就起了问题 因为他把我的脑子 就是弄的就是心理 其实身心理很难分啦 就是说心力交渴呀 这个样子就发出来了 其实病什么都弄完 就是把我那段时间搞的人 真的是叫做 我没有办法形容 真的叫心力交渴 我没有办法说 那个真的叫做 把你弄的 打的简直是打击的 就是然后再爬起来 再去医院 人家爬起来这样子 所以呢 吃药是非常重要的 绝对不要 那我后来吃到150 虽然是蛮高剂量的 但是我医生也跟我说 还有人吃到200多 那后来我吃了好多年 我就很稳定啦 然后我就慢慢一点一点 我就想说 吃这么多年 试试看降下来 精神病的要一点点往上加的 要降下来也是要一点一点的 我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次这样一点 这样一点 最后剩下一点点 我吃了一年就是一点点的药物 四分之一 三七点五而已 都没有问题 我说差不多可以停了吧 停了四个月 我就回来了 所以我可能这么一点点药物 可能我一辈子 也许就没问题 我就不知道了 不能试试看的 也许又有事会刺激 我又开始吃了 因为我开始头一昏一动 我已经知道了 可是第二次我在吃药呢 就不是这么快好 同样的药哦 就这次我就更能够感受到 药物是百分之六七四 同样的药五六年 没有哦 六七年以前吃 就这么快急速就好了 一个月我就 就完全恢复了 这一次一样的药 从开始没有病到百分之百没体力 大概还剩百分之五十 我就知道不对了 赶快把以前旧的药拿来吞 然后又赶快看医生开始拿药 然后就 好的非常慢 退退 我从来没有到零 大概就在五十 五十到六十 就很久很久 而且有的时候觉得说 哎呀 这两个礼拜以后有好一点 只是说 我有半天觉得 哎 脑筋轻好一点 但是第二天又会退一点 不是这样子一路 所以退退 进进 但是还是一直有往上走 所以呢 我这个中间呢 我就真的能够感觉到 什么叫药物六七四 什么叫 读经啦 祷告啦 信仰的力量啦 弟兄姐还有你自己 我出去走路啊 跑路啊 因为我有那么 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我有五六十的精力 我就可以做很多 强迫自己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原来病的时候 是零的体力 那个时候绝对 绝对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靠药物 你一定要把一来物搬到一个 所以然后我就看医生 说医生问我说 你家有没有精神病的例子 我说我怎么可能 可能吗 我爸爸妈妈都到台湾 我爸爸资深到台湾 我妈妈离开家 从山东离开家 就算以前有啊 谁晓得啊 以前的人 我们现在对 现在的人对精神病 都还不是很了解 那早期的人 中国大陆 那几十年以前的人 几百年以前的人 怎么可能 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根本就不晓得的 所以就这样子了 慢慢慢慢 但是 现在至少我觉得 我学会的就是 精神病的人 不管你是 我不会 就是说用异眼光 异其异的眼光来看他 因为我们家那个人 时候也不懂 我先生有时候还会跟我讲 It's all in your mind It's all in your mind 我就觉得我 我好像心里好伤心哦 我已经这么难过了 还有我还有神经病啊 我明明我说 我说今天你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精神病 你就不难过 我请你去床上躺半年 不准你起来 你说你痛不痛 三天你就 你就动不脸 你就会难过得不得了 不准你起床哦 床上给我躺三天三夜 我说我那么神经病啊 可是我们不懂的人 然后就会这样子想 而且还会说 哎呀朋友来玩一玩啊 就好了 就开心 你喜欢的事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你难过到这个程度 你怎么可能 光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 脑子生病了 你要把脑子当作一个器官来看 我那时候也刚刚开始 我问我的精神科医师 我说 那我为什么高血压 人家都说 就不要忧郁嘛 不要吃忧郁的药 就告诉自己 不要忧郁 他说 如果你的血压很高 你可以告诉你自己说 不要吃血压药 你就说 你不要忧郁 不要忧郁 开心就好了 不要担心 那就好了 没有这种事 一定要吃药 所以不要反对吃药 鼓励旁边的人 有任何朋友亲戚 如果就是说要检查 就是说一样一样 这种是入到的检查 一定要全部都要检查出来 因为精神科没有办法用一个测验 没有人造个脑 说你精神 你脑子还没有的 所以也要鼓励大家吃药 绝对不要自己就把药停 不肯好好吃药 一定会好的 我精神科医师一定跟我讲 你只要不自杀 不要自杀去死掉 精神科医师 精神科的病人都会好 要吃药会好 所以就是说 有人要鼓励 因为不定你什么时候也会得 我们脑子就是一个器官 不一定啊 也许你70岁你才发 我妈妈就是80岁才发的 被我诊断出来的 因为她很害怕 她被吓死了 然后医生说 因为她内科病很多 医生说一定要出院 健保不给你住了 所以我跟我妈妈讲 我说 医生 我说她真的很难过 医生说 可是什么都正常 我就忽然想到 我说会不会是忧郁症 医生说 有可能耶 好 她意见她天天难过 然后我说 就给她开这个药 因为我吃很好 她也会 你看我们体质差不多 结果就是 真的是 所以她因为我是做了例子 我说你看你这个女儿多孝顺 先走一步 让你少受一点罪 真的吃了慢慢就好了 就是真的 所以人就是 我觉得真的是神造人 真的好奇妙 心灵不可能 我们这都好 我们都知道 精神科就是 一定会好 这是我的医生告诉我的 一定会好 就是要吃药 不要排斥 不要排斥药 也不要觉得说 精神科的人就是这个 神经有问题 有神经病了 不是的 有很多人就是脑子生病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脑子把它当作一个器官来讲 就 我们就可以接受了 不要说是脑子就是神经病 好 就这样 我们也支持我们的朋友啊 旁边的朋友 所以呢 刚才定人讲的是 他自己得医症的过程 那我要对他所有的话 来分析的话 我想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小时 我来讲他刚才讲的很多话的内容 他讲的很多话的内容 有些都是 其实他自己体验出来 其实是蛮专业的 蛮专业的 那我这里的没有几幅画 那这都是有过心理障碍的人 自己自己做自己出出来的话 比如这张画的话 在一个医症的病人看来呢 我们说他一切都是好 他把我们好都会反向去思考 都会反向去思考 没有办法的事情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一个人家里有了病人以后 家属会因为爱陷到一个很大的困境里头 家属遇到的挑战其实非常的大 那么简单来讲 家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因为家属自己的生活模式要被迫改变 当你家里有一个人 我们家里任何一个疾病的时候 我们生活模式都会改变 比如说你家里有了一个癌症病人 比如说你家里有了一个半身不随的病人 比如说你们家里有一个小孩子吃东西过敏 很多时候不能吃 你的生活习惯都会被改变 但是你家里如果有一个心理障碍的病人 特别是比较严重的话 你的生活模式被改变得更加的厉害 所以就对家属来讲是 没有人自己愿意被改变的 我跟你讲人都不愿意被改变 这本身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家属被改变以后呢 家属常常不要说病人自己都不知所措 对这个病人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呢还有逃脱无门 因为他爱这个人 所以家属压力其实蛮大的 那么如果病人和家属双方都对心理障碍没有了解 然后双方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互动 我们有其他的疾病 双方互动是想要往好 就算你们家里有个癌症病人 你们双方还是互动着往好这方面走 哪怕大家觉得癌症不好治 可是大家心里都一直要往治 你如果遇到一个精神病人 像地温如果比他更严重的一点 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精神病人的时候 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 你就惨了 他根本不去看医生 他根本不去吃药 你的一切处理都做不了 然后你要叫他改变 他根本不改变 你的压力大得不得了 然后两个人互相恶动 然后你自己家属方式不对 就让病人的病情加重 病人的病情加重 反过来让你这个更加困难 然后呢 因为家属在里边的冲突 家属在外面的功能会减弱 你的上班一定会受影响 你的学习一定会受影响 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受影响 那么对患者很担心 你既怕患者冲动伤害别人 伤害家里 又怕患者伤害自己 那种特别是遇到严重的抑郁症的病人 那种不可 那种防自杀那种紧张心情 你是随时随刻都会存在 那你在遇到另外的病人 不至于比如说 亲人分裂症的病人的话 那种冲动伤人 你会很紧张 你会对你自己很紧张 因为太多的人 被自己家里的亲人伤害 因为他是亲人疾病 而且我们也知道 亲人疾病伤害了以后 从他来讲不负法律责任 从你来讲带来很多的问题 那么自己一定会 因为刚才像定文讲的 社会对心理障碍的误解 你自己得不到真正的支持 你会精疲力尽 你会觉得都没有人理解你 不光被人觉得 家属也觉得没有人能理解我 所以做一个心理障碍的家属 其实压力蛮大的 家庭里边的关系会乱掉 因为家庭里头 这个得病的人和你的人 你们两个角色开始变 整个家里角色全都开始变 比如说原来家里是 我在家里是家里的主心股 现在我不能支持家里头了 请问家里多少事情要开始改变 谁来挣钱 谁来带孩子 整个事情变掉 然后一个人一变 整个家庭全部变掉 所以另外一个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长期的 有时候你还又不想给别人讲 你的家庭的经济负荷会非常重 所以压力很大 好 那么我首先要讲心理障碍不是什么 我首先讲心理障碍不是罪 我讲的是具体的每一个病人不是罪 不等于说从整体来讲 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大家在罪恶的世界里头 我们根本逃不出罪 当然疾病是罪的结果 但是我讲的是这个具体这个人 不一定是犯罪 有没有可能他是犯罪的结果 有但是这个很难判断 你不要轻易去做这个判断 比如我们前面讲的 真的有鬼附体 他一定有问题 或者有人真的干了很坏的事情 然后整心提心吊胆 到时候下出病人有没有 一定有 但是我说伦统的来讲不是罪 不是罪 这个事我要讲的来讲 心理障碍不是什么呢 心理障碍不是道德败坏 心理障碍的人并不等于心智不全 反过来讲心理障碍的人也不等于聪明过头 不知道你们知道 精神非力症的病人有时很聪明 如果划一个时间的划一个统计的正态 正态曲线 精神病人在两头 在这一头就什么都干不了 完全成是社会的负担 从另外一头就是很聪明的人 很多非常聪明的科学家其实都不正常 很多很聪明的艺术家都不正常 有人讲世界各国的领袖根本是病夫治国 大家很快想到创业不可 其实但是我们不能用笼统的观点讲 要不然说这些人就是笨的不得了 或者这些人就是太聪明这样子 这样都是用我们的观点去衡量 其实不能简单 有心理障碍的人不等于他是个素质低下的人 不是说这个人他这个人从来素质低下 从来就是所以他最后必然走到这一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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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当然也不是自私 心理障碍的人不是故意要让别人蒙羞 故意不和家人配合 不是故意的不承认疾病 不是故意的夸张他 不是故意的为男人 都不是的也不是故意的拒绝 是他自己有不了他自己了 他的他的整个他的 知情意整个系统已经乱掉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的 所以呢 心理障碍就是心理障碍 你也不能简单的说他是脾气怪异 我们见过很多脾气很怪的人 一辈子从来没有心理障碍 OK 有些心理医师都是很好的 他出心理障碍 所以不能用这个简单来讲 也不能觉得心理障碍的别人是自贬 有些是这样 你看他就是为了要别人照顾 好像故意把自己每天往上可惜 可怜兮兮的 像那个说你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 你就是为了叫家人来照顾你 有人这样讲病人 他就是想叫别人照顾 不是的 另外心理障碍病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能力 有人说得了精神病犯法都没事 可不是的 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很严格的 很严格 OK 心理障碍不是单一演员造成的 这是我要讲的 刚才我们讲到有很多心理障碍 如果我们要治根的话呢 希望找到他的病理生理的基础 但是除了病理生理基础以外呢 有环境刺激 他刚才讲到有环境刺激 他们家里遇到了一连串的事情 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同样的环境刺激底下 并不一定每个人都得病 明白我意思没有 一定与他本身的生理上是有关系的 只是我们不清楚 那么生理这种原因呢 有的是天生如此 有的未必是天生的 天生里边又分两类 有一部分是遗传的 有一部分是不遗传的 什么叫不遗传的 举个例来讲 当妈妈怀孩子的时候 抽烟喝酒吸毒 这个孩子的大脑被损伤 那不是遗传造成的 对不对 可是那是天生的 对不对 那是先天的 OK 有一些生理生化的改变是后天的 我后天比如说 我被人脑袋上打了一棍 打得太重 脑袋都打坏掉了 以后再也好不了 我以后就生心理伤害了 这个人是后天的 所以不是单一原因的 环境刺激 一样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因为我是在中国那个城哪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 把很多人都整得家破人亡 有的人整得非常的惨 那个人心里一直都很健康 有的人只被别人贴了一张大字报 就跳楼自杀了 不是单一因素 有人说他孩子得病是因为在学校里被老师打了个嘴巴子 放病了 有人还在学校天天被老师打嘴巴子 那孩子就是不得病了 所以环境刺激不是唯一因素 生理也不是唯一因素 但是我们只要记住他不是单一原因就好了 好 既然他的原因很复杂 所以改变环境未必有效 明白意思没有 就像刚才讲的是 你出去玩一玩就好了呀 你以为玩一玩就好了吗 你以为环境一热闹他就热闹吗 他根本热闹不起来 OK 改变环境未必有效 说服教育未必有效 可不是说服教育没作用 教导他帮助他认识东西不是没作用 但是不会绝对有效 康复不可能一出而知 他不是不知之症 也不一定他的结果 必然要封必然要杀 也不是靠灵丹妙药 刚才帝文讲的 我很感谢他遇到了合适的药 我告诉你 我真的遇到病人 什么药都用病 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心理辅导也不是必然有效 也是对每个人 我的意思讲什么 心理障碍很严重 刚才帝文讲的一句话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准确 心身灵分不开 心身灵复杂到一个程度 你在具体这个人身上 你有时候真的找不清楚 到底用哪种方法是最好的 不过 刚才我们讲到 当你一个人 有了生理生化的改变时候 会造成你的心理障碍 我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当你有心理障碍的时候 会导致你大脑里边的 生理生化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他刚才讲 他遇到了那么多的严重事情以后 家里出了 出了最后 他开始失常了 一个人天天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大脑里边的分泌是会改变的 会从心理导致生理改变 而导致生理改变以后呢 如果太长太久 有可能成为不可逆的 这就是他刚才讲到的 为什么后来再去吃药效果没那么好了 可能中央有些东西是不可 不可再往回到了 很复杂 非常复杂 所以 这是我们的讲到 遇到心理障碍的治疗 那么家属怎么处理 第一个 家属要善对自己 基督徒还是要祷告 要与神同行 求神致下智慧 作为家属来讲 尽可能保持家属自己的正常生活作息 我知道这点很困难 但是请你记住 你要是不好 你没有办法帮助他 我刚才讲到了 你会被迫改变生活模式 但是我在这要讲 你尽可能维护这种生活 这是你做家属第一条 那么你要接受和享受 你的功能角色已经改变了 你不要吹头藏气 哎呀我被他改变 我没有办法照这样子 你就这样子了 你要改变 就像你结婚以前 你们是朋友 结婚以后是夫妻 你得接受 你得享受你的角色改变 当你家里有了一个 心理障碍的病人之后 你得接受 你说我享受 你要能接受的好的话 其实我们世上的事情 从这来讲 我都觉得都是神的恩典 但是不容易 每个人去 好 第四个呢 要尽量的去学习 要多学相关知识 第二 而第五个呢 要保持对外开放 保持对外开放 也很好办的办法 加入互动小组 有这种 医症病人的家属小组 精神人肺病人的家属小组 酗酒病人的家属小组 你们之间的互动很重要 你要去听别人怎么处理 你要去了解 虽然不能照搬 但是会开 然后呢 要定期的脱离环境去休息 这个其实很难 但是其实很重要 你有时候需要离开一段 你这个环境 我们知道在那个环境里边 你看什么高兴 你如果能够找到 比如说家里有个人 吃了心理痨癌的病人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严重医疑症 或者你如果你有人 暂时替你管理几天 你离开他 自己到外边去休息一段时间 其实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你自己要接受专家的这辅导 你们家里头有了一个心理痨癌的病人 一个好的方法要接受家庭心理治疗 在美国有 在中国也 现在那边开始有 当然要付费 家庭心理治疗 他是来不是治疗这一个病人 他会治疗你们全家 他会了解你们全家 每一个人都有什么问题 他会注意你们家的互动有什么问题 他会帮助你 所以你要接受治疗 然后呢 按时服用适合自己的药物 你是一个病人的家属 你不要光去劝病人吃药 有些药你也该吃 比如说我是高医药病人 我的高医药药 我就不能把它忘掉 我有糖尿病 我就不能忘掉 我的药我一定要吃 那如果我最近也睡眠不好了 我可能也需要吃药 OK 所以你自己这一份 不要忘了 所以家属首先 善对自己 这个我们 只能这么快快来讲 第二个家属怎么样对病人 如果有可能 还是要和病人一起来祷告 以满足病人的灵性的需求 刚才第一个 第一个解读讲得很清楚 他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希望有祷告的 只是他祷告不下去 他也并不完全反对读经 只是好像不能帮助 可是他已经是个基督徒 他一定有灵性的需要 所以如果有可能 你还是需要和他做这些事情 不是说不要做 这是我提到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病人的爱 对病人的爱呢 在这里表现为宽容 怜悯 同理 忍耐 自治 自治你自己 好 那么你对待的是什么呢 最怕的是你在对待一个病 其次呢 怕你在对待一个病人 真正的你要对待的是一个人 明白没有 对待这三个层次是不一样的 你依然把他作为一个人来看待 和你把他只作为一个病人看待 是不一样的 他依然是你家庭的一个成员 是你认为他只是一个 给你添了麻烦的病人 你的整个观念不一样 如果你在只对着看病 那会更不一样 你整个自己不一样 好 对病人 不评论 不争论 不施压 不惩罚 我们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候 我会跟你讲 什么叫不评论 我们会有具体的例子 什么叫不争论 什么叫不施压 什么叫不惩罚 这个我想都需要更多时间来讲 不企图获得病人同情和奖赏 有时候我辛苦成这样子了 那个病人一句好话都没有 你从你的内心 先把这个观点拿掉 你根本不要企图 从病人那里得到同情和奖赏 这个大概有点像我们 耶稣基督做的事情 是不求回报的 你把这个东西拿掉 你要学会对病人 有正向和负向的效果 你要知道 你的什么样的效果是负向的 什么是正向的 好 那么对于病人来讲 家属对病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是可能是呼吸的 当病人好转的时候 其实是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多病人在那病的期间 他没有知道 等到他一旦他开始病人好转了 比如说医疗症病人 他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前一厢是有病 现在发现我都会有病 他突然发现我原来给家里添了那么多麻烦 我突然发现别人是这样子看待我 当他病最重的时候 这些东西他根本脑子里都没有 他根本不 可他好转的时候反而出问题 医疗症病人自杀率很高的时候 是在病情好转的时候 不是最严重的时候 最严重的时候 他脑子里根本不转 他根本不知道要自杀 我告诉你 真正自杀的病人 是在开始和好转的时候 好转到一定程度 还没有完全好 他忽然觉得 我怎么给别人添这么麻烦 我真是罪大恶气 我不如死了算 所以病情的好转 对病人是一个新的挑战 家属千万要注意 另外呢 当他好转的时候 他才要知道他怎么去独立 他要重新去独立 因为他一直在被你照顾 他原来有一个到今天 他已经不能工作了 不论什么疾病 他要重新工作 他怎么才能重新工作呢 别人对他怎么看呢 他一定会有很多新的问题 所以这是家属关键 好 家属要知道 疾病是有可能复发的 复发的可能是存在的 那么家属和患者 要彼此适应共同成长 好 这个我们只能快快地给大家讲 这每一条呢 我们要细细讲的话呢 其实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给大家 我今天就是教大家 知道一个总的来讲 做家属要哪些东西 好 那么还有家属和家属之间 在这个家里头有一个人病了 其他的家属之间的关系 你需要接受专家来指导 避免彼此之间的责备 推诿和投射 投射是什么呢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有一个人去上班了 被老板把他冤枉一句 他自己确实很冤枉 对不对 他回到家里头呢 见了他太太呢 就给太太难看的脸色看 那太太呢 被他丈夫骂了又怎么办呢 孩子回来就给孩子难看的脸色看 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一脚就踢到小花猫身上 就要投射 每个人把自己的东西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家属很容易这样子 OK好 家属患者和治疗者 不管治疗者是医生护士心理学社工医治小组 之间有一个配搭的关系 这是家属要学习的 在治疗者大家可以看到 心理障碍的治疗者会很多人involve 不是只有医生 所以医生护士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 医治小组自然要配合 那么家属呢 要寻求社会的知识系统 除了医院心理学家以外 心理障碍需要有宗教团体 有政府保险公司警察社区 其他一些NGO机构甚至研究机构的配合 因为心理障碍我们知道的内容 相对医治障碍来讲 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本里头呢 有很多的就是说 你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你去联系谁 联系警察 联系我们当地的这种 急诊救援系统等等 美国呢 每一个急诊室的医院里边 其实都有 如果遇到心理障碍的话 他会紧急去喊谁 所以这都是需要的 那么家属与自己的朋友之间 很多家属当自己家里有中病的时候 他会发现自己作为的朋友 慢慢慢慢离开他 离开的原因其实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有些朋友自己离开 一方面是家属自己的态度不对 把朋友赶走 所以家属怎么样和朋友相处很重要 没有朋友支持 很糟糕的事情 你需要处理 好 还有一个家属与自己的雇主 当然你如果是老板 你能雇员的关系 这些东西 当家里有一个心理障碍的时候 影响很大 比你家里有一个 群体级别的影响障碍要大太多 所以这里都有很多功课要学 好 最记守的问题 心理障碍病人对家属来讲 遇到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讲到疾病和灵性的问题 这个人到底是几分病几分灵性的事情 这是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 是你要去面对的问题 刚才那个牧师讲 他觉得很困难 我也觉得很困难 对家属来讲这个问题更困难 刚才第一个牧师讲了吗 那个时候你让我去读经上祷告 对他来讲 虽然他觉得可以做 但是他就觉得就是没用 而事实上呢 在某种程度的时候是没有用处的 是没有用处的 一个非常属灵的人 一旦得了这种疾病 你可以觉得他这人完全退回去 因为他脑脑已经乱掉了 你根本不能 那个时候再去做这方面判断 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这个病人他拒绝疾病 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 第一文看来讲 他开始其实也不承认自己有病 他一直认为是躯体的问题 其实我讲 那些躯体问题是我们叫做 以躯体症状所掩盖的心理问题 很多人不要吃药 他就吃了药了 严重的精神病人都不吃药的 那个分裂症病人和严重的抑郁症病人 严重的想自杀的病人 你把药是很难给他吃进去的 怎么去做很难 很难 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自残自杀的问题 有性症患的病人会伤害自己 特别是严重的抑郁症病人 严重的抑郁症病人是 精神分裂症病人也会自杀 但他的自杀呢 不可控 就他自己不可控 抑郁症病人是自己可控 抑郁症病人自杀为什么很可怕呢 他可以安排的很好 叫你看不出来他要自杀 然后他就自杀掉了 他可以假装的他不抑郁了 他可以假装的好转了 可以假装的完全接受你的劝阻了 然后他突然自杀掉了 抑郁症病人自杀很可怕 因为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不一样 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他其实他的知情意之间是分裂的 他和外界是分裂的 他不能做好的计划 你可以预测出来他会不会有什么行动 抑郁症病人没有 抑郁症病人他的知情意是协调的 虽然他内部思想很慢 情绪低落行动很少 但是他的里边虽然想得很慢 他可以很慢很慢 用好几天时间制定一个严密的自杀计划 因为他自己没有乱掉 所以他可以骗过你 那就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自杀自缠 那么对别人呢 你很害怕暴力冲动 在精神科 在精神病院医院里头的医生护士 那我们都要说这样教导 比如说来的病人进来 我绝对不能我坐在里边 他坐那 我一定要我坐那 他坐这 为啥 我要跑 门在那边 我要跑啊 我坐着他忙 我就完蛋了 这是精神科医生常会训练的 那将于我们和精神病人谈话 我们绝对不能坐面对面 我们要侧着点 他坐这边 我是这边 我不能让他一拳过来打我脸上 有了事情的 所以家事也是有的了 所以这个暴力冲动 是是有的 是有的 医疗病人少 精神分裂症 人多障碍 这方面是很多的 另外一个问题 有一部分病人 我们讲 刚才第一位讲的话 他讲 医生讲的时候都能治好了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 失去求是的来讲 有一部分病人是治不好 这边最可怕的是 生理生活紊乱 社会功能完全退缩 你就得一辈子 把他带到身边 你就得一辈子把他带到身边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很棘手的问题 你不想得到其他的疾病 心脏病啊 癌症病人吃不好 治不好就走了 这 这就是精神障碍的病人 说句老实话呢 你只要处理 这种人死不了的 这个包袱你要带啊 你要带啊 所以我们教会里头 我很敬佩我们教会的刘成 刘大哥 带着这样一个 痴呆的女儿 一直带着带这一辈子 带这一辈子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好 还有一个问题 精神病如果稍微好了一点 他要谈恋爱 他要结婚 你让他做不做 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这是 这都会我讲的 最棘手的问题了 OK 我想大概就成长到这了 哇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没打电前 有点什么 我们还可以分享一下 我请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一些药物 就是生命上的药物 能够 它会使 使一个正常的 会有种情绪低落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改变大脑神经地质的运动 运动吗 你所有的 刚才我讲的那些 精神活性物质 酒啊 这些东西都会有 喝酒 有的人喝酒完了 很兴奋 对不对 有的人喝完酒 就呼呼大睡了 虽然都是酒精啊 他做进去 在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他可以 可以有反作用的 有相反方向 是可以有的 所以是正常的 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他刚才提到很对 像刚才蒂文讲的 他的抑郁症 他的抑郁症就属于 我们叫做按照临床诊断的 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 确实的是哪一种病理生理改变 对吧 可是我们从理论上来讲 大脑里面一定有改变 所以我们按照一般的理论来讲 大概就这几种改变 所以就给他开着药 这个药就来改变 他大脑里边的神经地质的变化 所以他就在治疗 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 其实我们还是不清楚 蒂文到底怎么 蒂文讲说 我家没有遗传呢 事实上他有遗传没遗传 其实你不知道 你明白我意思没有 基本这么来讲 如果你的生理里边 一点基础都没有 只有外界刺激 大概你还是不会发病的 明白我意思没有 你生理体 那么有一点点生理基础 那么外边的刺激越大 你发病可能就越大 所以生理基础 我们现在认为 生理里边还是有基础的了 只是我们查不出来这个具体的人在哪里 那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一样 因为他一定有设立基础 所以你的业务进去 一定会发生影响 只不过先到哪一步的问题 比方说就是癌症的药 嗯哼 本来他那个 会 吃了以后呢 这个人变得很低落 很消极 有可能 但是你有时候你很难确确定 因为癌症本身会造致心理障碍 你像我刚才讲的 建华后来到 他回来吃药有障碍 他其实中间有 建华中间有中风 他小中风那两天 他有障碍 他那天其实我发现 他也出现了错觉和幻觉 那个时候还没上大麻 为什么 他里边有中风 他就出现症状了 那只是别人不流行 因为别人不是内行 我是内行啊 我喝完一听 我说嗯 这家伙出现心理障碍了 出现认知障碍了 出现感知障碍了 还是会啊 所以一个癌症病人 在吃药的期间 其实你需要确定的是 它到底是癌症本身引起来的 你说的抑郁啊等等的 还是药物造成的 不一定啊 一般的来讲 治疗大脑疾病的药物 都是专门设计的 所以通常的药物过敏 很少影响到大脑 因为我们大脑里边 上帝造的人 有个叫做血脑屏障 我们外周给的药 一般是进不到大脑里面去的 专门能够治疗大脑的药 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所以那些精神活性物质 是可以自动穿过血脑屏障的 它可以从那个血管里边 进到细胞里边 出了血管 进入了脑细胞里边 那个上帝造的病状是很奇妙的 一般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遇到那样的时候 你要小心 它可能未必是药物造成的 可能是癌症本身造成的 那我们看到说病人紧急了 我们才去送区送医院 送医院干嘛 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很大的负担 这个是一个就是帮助心理障碍的病人所付出的代价 比我们帮助医院区体障碍大很多 其实我们有一个知道 我们有一个病人 牵向西米还有康古教会都隐忘了 那个病人最后的好转除了医疗各人员以外 是因为西米做了很好的安排 西米把一群弟兄姐妹 特别是姐妹 他们做了轮流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耗得起 他们轮流去管那个姐妹 管了你们管了大概管了有多少个月 那个那个那个他现在现在好了 那个那个那个开始我们也去过 我也去过一两次 那个那个根本 因为我去我就给革命教会讲 这个东西不是你去一次两次 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 得有人长期有人陪 可是你要知道陪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会被他的情绪影响 所以教会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需要要有有一个团队的人 大家在这方面都有装备 然后呢要和家属要要要要能够去配合 然后去轮流去做 就是说这件事情急不得 你只靠一两个两三个人 最后一定会一定会会会会耗杰掉 西米教会那件事他做的好 就是西米教会他有一个梯队 他很有层俱的就大家轮了去 而且每个人去 所以你也知道你做的事情 今天未必今天能做成啊 类似我们说给吃包子 那边做好的话 第十个包子好的 我不管是第几个包子 我就一个个来喂嘛 我就该怎么做嘛 到什么时候 做心理方面是更加的费劲 更加的费劲 教会要专门还有更多的事情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就知道它的复杂性 我曾经在做精神病的时候 最后我曾经被那个孩子不叫被告 那个在中国不像美国现在 现在也还没有这个me too的运动 那有一个精神病人来到我们医院 来给医院来讲 就说我把他抛弃了 什么叫我把他抛弃了 他说我跟他谈恋爱 我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谈恋爱 各位没有事情啊 他说他有很多证据啊 证明我很爱他 因为他有他有叫做他有妄想 他有妄想 所以他把我的很多的说法做法 他都把它妄想成 那是我对他在表示爱 那那因为我有 因为我们在精神医生 我们有训练 所以我们所有 比如说我是个男医生 我对女病人的时候 我中间就有很多的要求 我所有事情都都需要要有旁证 不能出问题 我现在更麻烦了 男病人 男医生对男病人 我看将来被告一下更麻烦 所以教会者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会 反正你要明白 要有一些规则 你要有规则去做 就跟我刚才讲家属一样 你家属要管理你这个 帮助你这个病人 一定是出自爱心 但是正因为你出自爱心 所以你会付很大的代价 那你付代价的头一条 你要叫你自己健康 所以我刚才讲 家属自己的健康是第一步的 那我们教会要做的事也是一样 你教会做这个题目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有哪些风险 你有哪些limited 你有哪些界限 哪些东西你能夸 哪些东西你不能夸 哪些东西你必须叫别人去做 哪些只有你做 这些东西都很清楚了 然后大家慢慢的去做 是很费劲 这个比方说还要费劲 那这个跟我们去看那个 Steven Minister有类似的 有类似 所以Steven Minister 其实很 Steven Minister讲的很清楚 他到一个时候 他就refer了 他就不接受了 他就不做了 已经超出他的范围了 yeah OK 好 我想就到这了 我想这个 我大概这两个堂的内容 我大概会分成四篇文章写出来 第一篇文章已经交稿了 后边三篇文章今年明年后年会录取出来 里边很多的细节 我们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比如说要专门用一个小时 跟大家讲什么叫不评论 不排斥 到底什么 什么叫不评论 怎么叫不评论 和别人讲话 什么叫评论 什么叫不评论 那是不一样的 OK 就这样了